你知道吗 建筑其实跟人体健康一样 也有分好建筑坏建筑 如果这些指标都不合格 小心你可能住在病态建筑里 长期下来有害物质可能会对身心造成破坏 引起头痛疲劳或是过敏家具的病态建筑症候群 我们一些旧的建筑经过装修 装修的时候如果没有选用这些不含甲群的 或者低甲群的建材的话 在累积一段时间之后 在室内会很不舒服 待在里面不舒服 像我自己就有经验 像我们办公大楼盖好以后 买了新的家具进来 那个办公桌会议桌含的甲群量比较高 只要进到会议室 每个人眼睛就开始刺痛 会流眼泪喉咙就开始骚痒 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你在一个房间里面 如果你觉得你的眼睛 你的喉咙你的鼻子开始有些不舒服 甚至有人可能皮肤开始有些症状的话 那要小心 这可能就是一个病态建筑的症候群 那为什么叫做症候群呢 因为每个人发生的症状都不太完全一模一样 有人可能是觉得没有精神 有人可能是咳嗽 有人可能是呼吸困难 有人可能是胸闷 很多很多不同的症状 那甚至有的人可能两三种症状 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就是后来把这些类似的情形 就叫做是一个症候群 所以这个所谓的病态建筑症候群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来的 由全球健康建筑认证机构 美国IWBI所颁布的Well健康建筑 以建筑的空气、水、营养、光、运动、热舒适、身环境、材料、精神、社区等十项指标作为健康建筑的依据 在台湾首作通过认证的建筑 就透过电视特辑来传达这项建筑新观念 我们在也是2006年的前后 我们报道了这个台湾的绿建筑 那接下来今天这个探索新未来健康建筑的节目呢 我们就希望要报道 接下来20年的一个建筑物的趋势 就是怎么样在建筑物里面维护人体的健康 电视特辑将带领观众 见证台湾建筑产业同步全球趋势 且领先全球卫星生儿打造健康环境新顶标 以人的身心灵作为优先考量 打造安全健康的新堡垒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